嗨 今天是我們超認真少年的第一次員工旅遊 大家開不開心? 完全接88號耶 這一定是大戶人家 他說我們可以繼續拍 他剛剛說我們可以進來拍 因為他有唱我們兩個黨的歌手 對 鹿港民俗文物館 你知道來到鹿港一定要學會第一件事情就是 學會怎麼唱鹿港小鎮嗎? 假如你全身來自鹿港小鎮 請問你是否看見我的爹娘 港南海招原來羅大遊不是鹿港小鎮 台北人 請問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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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沒有問過 不行不行 沒有他說我們可以拍 為什麼不行 不行不要拍 OKOKOK 三版 爽 你看他那個電話版 整個是完全沒有用任何定質的做 他那以前都不懂所見識的方式感 你看我們小朋友玩七巧版 有錢人的家裡面都是玩七巧作 我跟大家分享一個鹿港的故事 就是在鹿港文物館這戶人家 你能夠想像在當時能夠蓋洋房蓋洋樓的人 那肯定就是個大戶人家 那大戶人家會怎麼樣呢 就是大戶人家跟他借錢嘛 不過之後呢 因為時代背景的明變 他們跑到了台北去過生活 然後跑到台北通商 那他也變成首都嘛 所以之後有很多人跑到台北去借錢 那這個時候要怎麼樣分辨是不是自家人呢 那就是唱鹿港的小曲 鹿港小曲是什麼呢 就是普渡歌 好 普渡歌真的不好唱 所以要唱普渡歌就可以借錢嗎 對 但普渡歌他一路從初一 然後一路唱到八月初十 所以唱越久就借越多 對 你會唱越多 你就可以借越多 然後這家人他很有趣 就是當他們錢越借越多之後呢 他們就開了電銀行 就是現在大家所知道的中國信託 We are family 那我現在去中國信託 我在唱這首普渡歌還可以借到錢 其實就會被警衛抓出去 台灣版的魚神同行 鳥可以最後變鳳凰耶 神鳥 當魚蝦蟹 你可以當龍耶 所以這件事情到底是告訴我們說 一群笨蛋中的天才 我們寧願去當笨蛋中的天才 我覺得當我蠻爽的 來來來這個很屌臭很屌 到底這一集跟我們工業頻道 有什麼樣的關係 當以前古代的人 他們從手作的年代 然後到之後變成大量生產的時候 有一個東西永遠離不開工業 就是這種模具 我剛剛換過來的時候 看到這東西就很厲害 在育珍 育珍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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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是育珍齋 育珍齋 它這個東西叫做糖塔 也就是我們最早期人家製造高品頁 就是要做那種高品頁 那種模具 用他們的原理 然後來去製造出糖塔 曾經有一個古人說 傳情漸進納約 遙望四周高隆 其狀宛如桌上陳列 許多支糖塔 但糖塔尚可依蜀齊多廣 落此高樓 雖潔盡沐浴 由不亦蜀齊高樓 有幾成也 它的意思是什麼意思 它是說 昨天我們昨天 在去紐約馬哈頓的時候 看了一棟一棟的摩天板 那這還沒什麼 我以前在六天買糖塔的時候 不知道可以買幾棟 等我歡迎 好於是 我們就決定回工作室 教大家如何用模具 重現現今的摩天板 大樓 講到台灣最具代表性的摩天大樓了 當然就是金錢包 海八 海派 海九 海五 海七 什麼在路樓 當然是101大樓了 所以今天的主題是 如何用模具做出101湯塔 好大家說到模具的鑄造 大家可以從新石器時代的晚期來說起 因為在新石器時代的晚期 那個時候人類發現了能夠 燒陶 而這個燒陶是怎麼來的呢 就是有人說來自於森林大火 好歹去 新石器的晚期結束的時候呢 我們來到了金屬器時代 而金屬器時代的時候發現什麼呢 發現金屬 金氏季時代發現的 金氏季福音戰士 這個時候人類就發現 會能夠製造出青銅了 也就是呢 97%的紅銅 加上3%的錫 跟鉛混在一起 而提煉出青銅 這個時候人類就會來灌注 當金屬器時代結束了之後呢 我們來到了青銅器時代 而青銅器時代最屌的東西呢 就出現了叫 快飯鑄造這個東西 尤其是在中國的商舟時期 被廣泛的運用 它其實就是有一種 內膜跟外膜的方式 用金屬加陶器混合混搭起來 而這種鑄造方法 那東西方的鑄造方式 其實有點不太一樣 而西方呢 他們比較廣泛使用的 叫拖辣製造 不過這個東西呢 到我們現在的工業上面 拖辣跟翻砂 這兩種 也就是大家最大宗的 使用翻模的方式 然後說到模具呢 其實我們有分成 陰模跟陽模 什麼叫陰模呢 陰模就是 你有沒有看到鑌骨粿 或者就是你在一個像 你在灌那個冰塊的時候 我們會把水倒到冰塊裡面 然後這個時候 一下倒出來 發現一塊一塊的小冰塊 這個時候的這個東西 就叫模具 那這個模具叫什麼呢 叫陰模 因為它是凹進去的 那所有天底下的模具 它絕對不是突然蹦出來的 或者是從上地掉下來的 或者是從地上長出來的 它一定會是有一個東西而做出來 這個東西稱為圓形 那這也是我們小弟我們最常做的工作啦 就是做出第一個圓形 那做出第一個圓形之後呢 我們利用這個圓形的 地心引力的依靠 來做出模具 那這個時候我們把FRP塗上去 或是把矽膠倒上去 還是把石膏倒上去 我們用這樣子的形式而做出模具來 那這個圓形 它其實就可以成為陽模 所以這個時候呢 你把你做出來的圓形 跟你的模具 兩個合在一起的時候 它就是完全吻合的 也就是我們剛剛說的凹跟凸 它是能夠放在一起的 這個時候就會快樂 好 既然我們在錄桿看到的是木模 那我們今天就來教大家做木模 說到木模 就是我們在前面講陰模的概念 那怎麼樣做陰模呢 意思就是用刻的意思 就是在加法跟剪法裡面的剪法 所以以前勾炸老人他們就會用 用手工這樣 慢慢把木頭刻出你要的形狀 刻出陰模來 那當空壓機的時代來源之後呢 我們就會接上器用工具 來做陰模 通常我們做木模就會用木頭 什麼廢話 木頭 但是因為木頭它裡面有水路 然後而且有時候你在刻木頭的時候 它可能會刻到樹硫 然後這個時候因為它軟硬度不平均的關係下 你刻起來的精度就不會到這麼樣的精準 所以呢我們在現代的科技裡面 我們在做木模的時候 都會使用一種東西叫代木 什麼叫代木呢 代木就是拿來代替木頭 然後念快點就叫代代木 第六代木就是卡卡溪 第七代木就是凶我命人 它使用代木的原因就是因為它穩定 然後再來是它沒有樹流 它也沒有水路 不過因為代木的成本太高了 所以我們這次選用松木 不過大家也不用擔心 我們以後會慢慢教大家 比如說做熟力控模 石膏模 FRP模 金屬模 烈式按摩 泰式按摩 好那我們直接來代價CNC按摩 那我們現在把3D模建好之後呢 把它輸入成STL檔 就可以去CNC按摩 好的 那我們仰賴現代科技的發展 我們只要一個move 就可以把模具切好囉 那這個時候你的模線設計就非常的重要了 什麼叫模線呢 模線有個概念就是 看得到的翻得到 看不到的翻不到 首先我們今天要翻這顆拳頭 沙包大的拳頭 如果你今天你看得到的這個地方 你就可以把它畫為模線 但是你看不到我的手指的中間關節嘛 所以翻過來之後 我的手指中間關節 要再分為另外一個模線 當你看到我手指的關節的時候 你看不到我的大拇指的骨關節 所以這個時候你要分出第三個模線 所以我們通常會把模線 就分在於零線的位置 就是在玩具上面 你就看到一個細細的線 所以這個時候它的模線拆除的方向 就會變成是能夠拉起來 它不會超過90度 它也不會產生有凹陷的地方 那你才模具才能起得了模具 所以分模線是一個很高深的學問 好那我們翻模前 首先我們要先用隔離劑 像我們這次呢 因為要拿吃的 所以我們會用植物用油 大家只要記得一個原理 就是油水分離嘛 油跟水它是一輩子 沒辦法相處在一起 好比說炸排骨加湯 香菜打入果汁裡 Pizza加榴槤 炒飯加三色豆 還好啦 可以可以我還可以 我這個人算接受度蠻廣的 沒有什麼不能加的 車遠了 所以基本上來說 只要像是辣啊 像是油啊 或者是只要能夠隔離你物件的東西 都可以拿來做隔離劑 不過兩個重點 首先第一個呢 就是你塗的東西 不能傷到你的物件本身 那第二個重點呢 就是你塗的隔離層 它不能跟你要倒進去的液體會相容 那就連在一起了 沒意義 好那我們現在給它關下去 好這樣準備好了 首先我們來煮糖 好的 我們現在趁它的溫度呢 還是很高的時候 還是液體的時候呢 我們就來給它倒進去 這種食物的東西 我們就不帶防毒面具 好的我們當糖乾了之後呢 就可以來拆磨了 來囉 哇 啊 101大樓來了 好啦 雖然它上面有點卡磨 不過 通常磨具拆下來 一定多多少少 你要經過一些修整或修補 坦白講 這是我第一次灌糖 我以前都灌 灌那種灌金屬啊 然後灌水泥啊 灌FRP 灌不會纖維居多 那糖塔做出來之後要幹嘛呢 其實糖塔以前的人 他是不會吃的 就是古人說啊 獨主得塔 仇家得失 他其實是要經過冠軍寶貝 就寶貝冠軍的人 才可以得到塔 像我這個曾經在廟裡面 丟過連續25個顯霉的人 他糖塔應該很多 好的那今天就是一個簡單教學 來教大家如何簡單用現代科技 來做出糖塔 所以今天你用木模 如果你是灌水泥 你拆開就是水泥模 就像是我們一般工地做的 綁模式一樣的概念 如果你今天你灌的是FRP 拆出來它就是FRP 那如果你要灌金屬呢 有科學嘗試的小朋友都知道 金屬很燙嘛 所以在裡面木頭會燒掉 所以也不是不能灌啦 但是你灌一次你的模具就會壞掉 通常我們不會拿來灌金屬 金屬我們通常會拿來翻砂拖辣 或者是用板金板件直接做的方式 這東西以後會慢慢拍給大家看 好所以總歸於繼續 我們上次去員工旅遊 去鹿港除了買肉包之外 你也可以去觀光鹿鹿物物館 或者是可以去學一下普都哥 去跟人家借錢 好那我們千辛萬苦做出來的101糖塔 要怎麼辦呢 大家可以留言來告訴我們 那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按下方的訂閱跟分享 那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超認真少年 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託 以前的古代人據說 就是吃糖塔他可以保平安 所以那我們現在既然是糖塔 我們就來吃一下給大家看 那我覺得我好像割幾拿 好餓喔 我不知道為甚麼糖尿病 大家一起來洗腎 喝上筍湯上塔 塔滑湯傻灑湯消灤 shared by her 和上端湯上塔 和上端湯上塔 塔滑湯耍煞灑湯燒 塔喝上端湯上塔 塔滑湯傻灑湯上 塔滑湯哈 你說你讀大學的時候嗎 ение自 communication 來入港 除了去天后宮 然後買八袍 或者是去一些網美店以外 就是大家也可以到入港文物館這邊 然後來看看他們裡面有很屌的文物 跟很棒的風景環境 看是不是很美啊 好啦 這裡就是超人生少年 這一集的員工旅遊特輯 我們下次再見囉 不不 他們在外面等我 我們下次見 又要看 在外面等下